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見到恆生指數 今天就去到25,000點的水平 就開始有些拉鋸情況出現 維持著一個跌落反彈的勢頭 再提一次大家 跌落反彈不是沒有好 10天、20天線 準備升遍100天線 這個是10月份做不到的改善 現在做到的話 是一個把握 但是來到1月份高位 大概是249、65 你當25,000點這些位置 確實都需要多一點確定性 升得穿才要再追再買 否則接下來這兩天都要觀望 如果在這些位置明確回頭 都要小心 市況不是說差 不過都是似乎橫行 約莫15,000點左右的區間 利好的板塊繼續是一些價值型 防守的 金融、能源、電信類 繼續不看好的會是一些科技 科指雖然有時 隔夜中概股的反彈幅度雖然多 但是科指一天不上回5,900 你看到跌勢仍然是非常明顯的 大家看著 繼續拿著一些悶的 舊經濟板塊 相對會比較安全 而且有時好像匯控 中移動這些 那麼悶的股份板 而跑贏大市 記住 不要只掛念科技和收物科技